你相信原始人的存在吗?现在跟着我的镜头进入这个第三世界 在牧房外睡了一夜,让我苦不堪言 早上六点,Bob叫醒我,船夫来了 我们要趁着天亮抓紧出发,带上所有物资,购买了充足的燃料 和本地人做了告别,我们扬帆起航 下一站,马步村,那里被称为人类文明的镜头 是真是假,让我来一探究竟 起初我们一行人还是有说有笑 Bob拿出他残破的手机偷拍我,我也有礼貌的回拍他 但欢声笑语没有持续多久,八个小时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河边的丛林中不时传来各种动物的叫声 周边的景象愈加诡异,越往深处走越脱离现代社会 路途比我想象的更加遥远,为了保住着一头绣发 我也就只能换了个造型 太阳落山,天色变暗,船夫的样子也越来越模糊 被黑暗笼罩是什么感觉 伸手不见五指,气温骤降 只要稍不留神,撞击在漂浮的树干上 发动机便会熄火 而每一次熄火都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这个夜晚相当难熬 伴随着一阵小雨,天终于亮了 我们也终于抵达了目的地,马步村 这里很少有外人来访 所以本地村民都好奇地盯着我们 现在我们抵达了本次旅行的最后一站 在这里休息一天,明天就开始 不顾进入原始森林 首先我们要找到一个落脚地 但很多村民都把我们拒之门外 幸好我们找到了一间废弃的房屋 特别残垣之间,没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 但管不了那么多,抱抱赶紧搭起帐篷 这就是我们临时的家 马步村人类文明的尽头 如果你不信,那接下来的作品将彻底颠覆你的三观